大家好 歡迎來到原石咖啡 我是俊元 那今天我們有三個特別來賓 那蝴蝶結 珍妮華跟Melody 哈囉 那今天我們要來試喝的是冰釀咖啡 中文字幕 李宗盛 那冰釀咖啡我們的做法是用100克的咖啡粉 然後磨跟手沖差不多的粗細 然後我們加入800克的水 那放入冰箱冰一天 其實12個小時到24個小時都可以 然後我們再把它過濾出來 那過濾出來之後呢 我們今天有三壺 那有一壺是發酵了五天 那有一壺是三天 那另外有一壺是我們今天才過濾出來的 那讓大家來試喝看看它的口感 看我們冰了幾天之後的口感 會有沒有什麼不一樣 好 那我們大家就先來喝吧 來 現在三個大家都喝完了 好 那大家來講一下你最喜歡哪壺子吧 第三吧 第一支 好 五蝶最喜歡這壺子 這壺子 好 那 這妳的話喜歡這壺子 第三支 那阿妹的蝶 我不會不喜歡這壺子 也喜歡這壺子 好 那我來公布答案 就這壺子是今天過濾出來的 那這個是冰了三天的 那這是冰了五天 那其實冰的過程當中 它會發酵 然後那個味道會有不同 那其實今天這個豆子 因為是中生焙的 所以 如果是淺焙的豆子 它發酵完 它會酸甜味更明顯 好 那中生焙的這個豆子 它發酵一段時間 它會有一點像是仙草的味道跑出來 好 其實這個每個人喜好也是不同 那不是說發酵越久越好 好 不過通常你發酵一段時間之後 它會增加那個甜度跟口感的厚實度 對 那我們在製作的時候 其實像傳統的冰咖啡 其實大家常常發覺說現在 如果妳有二三十年前喝過的冰咖啡 跟現在不太一樣 因為現在很多店的冰咖啡 都是直接每次咖啡加冰塊 然後加水 然後它就變冰咖啡 那其實它就少了那一個 呃 盛放發酵的過程 那以前最傳統的冰咖啡 其實它是類似 是用法蘭隆綠布然後手沖 然後沖出一大桶的冰咖啡之後 再放冰箱冰個幾天 好 所以它這種就是有經過 這個發酵幾天出來的風味 那跟直接用 Espresso加冰的這種方式是完全不同的 好 所以很多人在喝的時候 像冰滴啊 或這種冰釀 通常我們就是 在這個 冰完之後 然後我們會再去 讓它發酵個可能三天到五天 那不過因為我們如果在家裡 自己製作的話 不太建議放太久 好 因為其實我們的整個容器 可能你沒有辦法很好的消毒殺菌 那怕冰太久其實還是會壞掉 好 那我知道有一些 廠商他們在做的時候 因為可能他們算是在食品工廠 有一定的衛生的標準 他們可以放到可能30天甚至45天 但是說我們自己在家裡做就不建議放這麼久 因為其實這樣有可能 你放超過一個禮拜 其實怕說會有支撐吸菌的問題 好 所以其實自己做的話 我覺得放3到5天 都還蠻不錯的 好 那尤其在現在天氣越來越來越遲 夏天喝這個冰咖啡 好 那除了我們之前介紹的 你可以手沖去冰鎮 或者像外面用Espresso冰鎮之外 其實我覺得冰釀也是一個很簡單的方式 可以在家裡自己製作 好 那你用深培豆跟淺培豆 做出來的風味也都會很不同 好 那我們今天其實這個比例都是做比較濃一點 所以大家剛喝的時候 那個厚實的口感應該是很不錯 好 那如果大家用淺培豆做的話 我覺得那個風味也會很不錯 大家都可以吃吃看 其實我覺得這個今天就比較苦 其實你冰到冰久一點 那苦味就不會很明顯 所以我剛喝到第一個 真的是覺得無法節省因為太高 但是能喝到最後的時候 它有甜味就出來了 苦盡甘藍 對 沒錯 但是我是覺得如果 它現在這個可能我覺得加個牛奶 會讓它不會那麼苦 然後但是呢 我是覺得如果淺培的話很好喝 對 中淺培會比這個還 我啦 我個人會覺得比較好喝 但有些人如果很喜歡咖啡味 就是咖啡就是應該這種味道的話 那應該會覺得這個不錯 對 其實中深培的豆子做出來 就是喝那咖啡的濃厚感 那如果淺培豆子其實喝出來 它會是酸酸甜甜的 更像果汁的感覺 其實都蠻適合可以拿來做這個冰涼 我還是喜歡今天的 因為今天的那個厚實感比較 豪海烤米 因為喜歡新鮮的 對 新鮮的 很豪海 對 所以它那個味道會比較厚實 然後因為我喜歡喝厚實的咖啡 厚實嗎 可是我怎麼覺得這個比較厚 可是我覺得這個 可是我覺得這個 它的整個 就是整個喝起來的口感 這個稍微就 我喝起來比較淡一點點 就是越來越淡我覺得 我還是喜歡這一支 也是喜歡新鮮的 對 新鮮的 今天 一支一支 後面比較添酸 酸性重 因為它有水果香 可是我還是喜歡這一支 對 我覺得這支 有的人喜歡今天新鮮的 那有些人喜歡放久一點 對 喝不完放五天我就給真理 哇 所以這個其實風味各有喜好 所以大家自己在家裡做的話 也可以去測試看看 放幾天是你自己最喜歡的口味 那這是我們今天介紹的這個 冰涼咖啡 然後還有它放的不同的天素 會有不同的風味 那之後我們還會有更多咖啡介紹的影片 那請大家訂閱我們的頻道 我們下次見 掰掰